在公開信中 全體疫苗受害家庭向中共衛健委提出了六項建議 其中包括明確政府在國家疫苗傷害中應承擔的責任 科學獨立的第三方診斷與鑑定 要求前期救治和後期保障 重視病優附患者等 因為我們的滅活技術還不夠成熟 所以實際上打進去的是那種半死不活的病毒 那麼老人的話 他的抵抗力比較低下 像疫苗的監管 要有透明機制 鑑定要有獨立的第三方 疫苗怎麼定性 能夠做出公正的才智的一個前提 包括後面落實的賠償的問題才會有 否則都是偶合 他都會以偶合這個說法來推卸責任 這些疫苗受害家庭在信中說 兒童和成人接種了疫苗 犧牲了終生的健康 然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嚴與公平 去年7月 中共官方稱 接種新冠疫苗不會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的發生 對此 11月29號 全國各地疫苗受害家庭給中紀委寫了一封公開信用的 隨後10位疫苗受害家庭攜帶1290位白血病患者名單 到國家衛健委討說法 有9人被刑事拘留 新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 可以在一起看 核心 李佩玲採訪 該怎麼會來? 呢 ?!?! 俊仁 李佩玲採訪 是小介紹 李佩玲採訪 是小介紹最新導的 我講字的記者在表達 李佩玲採訪